你好,我是Evan 再分享多一個用AI生成圖片賺錢的方法 這個簡直是一個Dream Job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剛才也在說這個網站 我真的去打Dream 我們做夢 我們有時候會找一些解謎 原來這裡有些服務 叫做Dream的Reading 你可能發了一個夢 為什麼呢? 然後去看 有些人收幾十元 百多元也有 去跟你解釋Dream是怎樣 這裡有這麼多人 誰最合適的去告訴我Dream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只知道他們在收一百幾十元 去幫我解謎 幫我拆解 其實他們可以收多些錢 如果他們本身有些能力去解謎 或者有些可能是用Logic的模式去解謎 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總之他們有他們的方法去解釋那個夢境 好了 他們可以收貴一點 或者你根本不是解謎 你純粹是把那個夢實現出來 譬如這裡有兩個例子 是一個夢境 即是那天發了夢 就有什麼下雨 跟著有些聲音 有車 跟著響安 跟著好像有個教堂 門開了 有聲音 那些東西 OK 用Dial E2也好 Stable Diffusion也好 Mid Journey也好 簡直把你的夢 丟進去 當作一個Prom 然後等它出來 看看它出了那個夢境 即是一個夢境 幫你簡直現實出來 因為你夢境其實是可以收錢 去解釋 那你怎樣解釋得好些 你的圖就可能解釋得好些 或者可能你簡直可以給圖 那個客戶 那你的服務就可以收貴一點 好了 我通常都是打8K 我想它清晰一點 那件事 但是這個夢裡面有些聲音 這些可能會比較難出現 但都不要緊的 普遍你會看到這幾個圖 都是下雨 就是黑蚊蚊 有些車 然後那個感覺是灰暗 去換敗 那些 那是不是已經是屬於 negative 還是怎樣 我當然不懂 我不是一個解夢師 但是你有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給客戶就好像有一個具體 一些 是不是可以收貴一點 那我不知道 或者客戶自己按下去 gen的時候 自己因應那些圖 是不是他自己都想到一些 那個夢的意思呢 好了 這裡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一個夢境那裡 我打算找兩個不同的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好 那我就先插頭先那些 好 那這次這個夢呢 就是有人駛單車 跟著就 一隻手掌後面 然後 有人跟他說 說他遠一點 拿著鏟 有一個鏟 然後有一些小朋友 有很多東西在發生著 在這裡 跟著又說去過廁所 因為他不是 因為夢境不是 只有一個畫面 他這裡可能已經有兩至三個畫面 所以可能就要打開它 但如果那個人混在一起 又會變成什麼怪物呢 我們先看看 好 那肯定有巴士圖先 好 那這裡有個巴士圖 還有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黑白的 即是說廁所 第一幅圖很恐怖 然後這個腳飛起了 不知道做什麼 那有些圖 應該可以協助到解夢那個人 或者是那個人 即是真的那個客戶 可能根本還沒有找解夢師 他純粹想 他很難形象化到 那他就用這個形象化到他的夢 那這個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如果你要去做行業 究竟幫人解夢 幫人把一些夢境 變成現實一個圖 可能就是有利可圖的方法